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今天台股指数虽然说 跟着美股稍微整理 稍微拉回一点点 盘中一度最多跌到149点 那后来跌点收敛到剩下40点 那目前录影的时间12点19分 大概跌50来点 看起来是跌 但其实我在盘中文章我就提到说 今天包含长龙除息的80块 然后今天涨停 包含台大电日月光今天都除息配息 总共有10加 今天除息大概指数蒸发掉 就有大概74点左右 所以环游回去 目前的跌点剩下不到50点 所以其实指数应该是小涨 所以大家好像觉得就是 最近的台股相对有落势一点 但其实因为现在是一个除旋息的旺季 所以每天都会蒸发个 几十点几十点几十点 其实那个是有影响的 所以你如果说环游回去的话 其实台股没有那么弱势 所以今天看起来是跌 可是其实盘面中 还蛮热闹的 就是因为就是说这个除旋息 造成指数蒸发的一个那种假象 让大家觉得就是说好像台股有点弱势 其实并没有 其实在我看来 强势股依然强势 尤其是AI的部分 比如说齐鸿 刚刚亮灯涨提 涨提板271块 整理123456天 蹦一根上来就过高 而且这个高点是又刷新历史新高纪录 然后高利 现在价格333 双红 今天表现也可以 296 原本齐鸿跟这两家公司的价差 70 80超过100块钱 快速缩链当中 其实就像我说的股价终究要反映基本面的数字 高利 今年可能就七八块 齐鸿今年 有机会15 而且第三季就输NVIDIA 然后 明年可能20块钱 第一季的获利2.8也是高利的一倍 高利大概1.4 但股价高利却高他80 100 我就说这个就是一个不合理 那不合理就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营收一路往上走 获利一路往上成长 而且确实是NVIDIA的供应链 我说这个利多 真的还没有反应 所以股价就一路上来 所以我知道过去这一个多礼拜 市场很多声音说 可能觉得AI股涨得差不多了 看空的也有 我认为要休息的各种声音都有 然后呢 可能就开始推荐大家去买一些 比如说观光股啊 游戏股啊 生计股啊 但是我必须要说那些股票 难成大器 因为整个AI的规模太大 它辐射出去的供应链太多太多 全世界可能有上兆资金的投资机构的资金 目前有AI持股的 我认为比例都非常少 更不要说一般投资朋友 国内外法人都是 因为这个5月25号MV的法说 才到现在不到一个月 一个礼拜而已 这么短的时间 根本让这些资金来不及反应 很多股票当然就涨了很多上来了嘛 但他手上都没有部位啊 而且这是一个长达要成长 10年30倍的趋势 绝无可能说一个礼拜 一个月就结束 所以我才会说不要把短线 第一波涨势的拉回 当成行情的结束 你会少赚很多 我想齐鸿就是 整理一个礼拜 蹦就创新高了 尾盘就让针涨停了 所以趋势就是如此 趋势大于短线 你看得懂趋势 才能赚大钱 我想今年到年底 对讲趋势一定都在AI 因为这个量体规模太大太大 未来会吸引非常多资金 前铺后继的一直进来 所以我就说嘛 法人目前如火如荼 正在出公司写报告 后面会有非常多 相关研究报告会出来 然后行程 礼拜三先涨停 152块半 还原配息4块钱 156.5 昨天159.5 还原163块半 今天又亮灯涨停 168 还原全值172块 不管有没有还原 股价都是新高 还原回去就更高 之前买90几块 那个我们不谈 一个多礼拜前买141块 到今天 还原回去172 总共赚了 31块 22% 这样也亮成 30几块 强势所涨停2000多张 所以你说AI股 有没有过去一个礼拜 有没有稍微震大 有 涨多 难免 趋势变了吗 没有 高阶的AI的机壳 目前陆续开始小处 第三季第四季 出货量一路拉高 明年会完完整整 贡献一年 今年超过7块钱 明年又就有11到14块 乐观一点14块 未来报告都会用20倍 那你就算吧 我就说前两天 140几 150几 11或者14块乘以20 那都是二字头 我说空间很大 所以趋势就在眼前 只说你对于这个趋势 有没有认识 那 我们AI标五班 就是带着大家 专注AI 买这种趋势股 买下去 上来 22% 重点是还没涨完 看起来 三成的积蓄 机率机会相当高 银帮 一拜三 涨4% 306 昨天最高6.9% 314.5 刚刚盘中 硬质量的时候 323 来到这边不止已经来到330元 这股价已经也涨了大概4%5%上 所以这两天有稍微落后 情城一点 但其实我昨天有解释 因为情城在AI机壳部分出货比较早 所以投信最近比较偏好 但是银帮AI的机壳 大概到第三季的后半段陆续出之后 我急起直追 而且它的高阶比重更高 股本又小 所以今天会赚更多 18 明年大概就25到30 所以这种获利如果说成20倍的话 前两天不就300出头 我说那空间是超级大 所以这些其实就是AI趋势股 上礼拜有没有回 有 但我告诉你那个是你的机会 不要把机会当成一个好像行情的结束 然后把它卖掉之后才去追什么 游戏股啦 观光股啦 或者生计股 其实暑假啦 或者七月份生计展 那些都有题材 但我说那市场规模不同 AI可以吸引的是上造的资金 那那些都是小打小闹的 所以你动作要快 主流趋势不在那边 在AI 所以这些都是怎么下来就怎么上去 真的都相当强势 然后先进封装 COWS 红素 现在一度打到490 今天还不是涨回来涨回到540 现在我就说有一些可能把人的结账卖压 可能你看不到的比如说 带钞的部分 倒计底的先卖一趟 可能赚了上百块 卖完之后呢 我怎么讲 我说这些卖掉的资金 难道下半年投资人就赎回吗 也没有 绩效做起来 账面绩效OK了 那些钱在手上回头还是要再买 要买什么 还是要买AI的股票 那你以为他会选什么 还是选这些AI的各个领域的龙头 所以红素今天又涨上来 最高546 这涨大概七八八 今年估计跟去年持平至少就25 明年台积电要扩产 COWS的产能一倍 所以包含红素 星云万论等等全部受惠 台电再来有法说 这一块一定会再讲一次 股价到时候 我认为要过高都不是问题 所以AI的趋势就是这么明确 所以呢 就是因为看到这么明确的一个趋势 我才会在六月份的时候 推出这个AI标舞班 就是要让大家非常明确的 把手上的操作的资金 最集中最有效率的方式 专注在AI的这个大主流 当然有时候会搭配一些其他股票做操作 但是现在最大宗就是AI 然后专注AI 买AI 赚AI的这种行情 所以红素啊 琴晨啊 骑红 都看到一个显著的效果 所以那个绩效都是已经两成三成 那更不要说 把星光今天已经来到103块半 46块9买到今天已经120% AI标舞班 那今天 6月底的早鸟优惠就到今天嘛 最后一天了嘛 6月底 今天6月30 今天是早鸟优惠最后一天 所以如果说你对于AI标舞班是很有兴趣的 那就把握这个机会吧 加入AI标舞班 那跟着郑老师把握这部AI的大行情 那今天节目也会分上下半段 那今天目前先结束上半段 休息回来再聊下半段的内容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